2019香港小姐竞选记者会 8月2日在香港将军奥谋酒店举行 15名候选家丽全员亮相会见媒体 早前仲家丽去了日本熊本拍摄外景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经历是比较难忘的呢 我自己最深刻的都是跟熊本熊跳舞 因为我其实本来就没有那个舞蹈的笛子的 我也觉得因为我比较高大嘛就害怕跳舞的时候就很僵硬 可是居然我被编了在最前的一排 所以也是蛮惊奇的对 也不是啊我觉得就编前面的一排 可能是因为我的笑容比较灿烂吧 也没有就是大热不大热的关系 反而是叫我们怎么去面对选美这个比赛 就是不要太记照那个结果 反而是过程更加重要 另外蔡嘉欣最近被指租住豪宅 据说是富贵男友帮忙交租 因而免不了被一些网友说拜金 不知道蔡嘉欣有没有对此感到不开心呢 对啊我也有看这个报道 我也觉得就是不知道这些传闻是怎么传出来的 可是就我发现香港都有一个挺有趣的现象 就是当女孩子花钱或是有一些物质的时候 普遍的这社会的定位都会说 这个女生肯定是花男人钱或是靠男人的 我觉得这样也就是莫杀了很多女孩子努力的功劳 所以在这里也跟各位女生加油 女儿当自强 因为我也是那种自己赚钱自己花的人 对对对是自己租的 我忘记说这句了吗 对自己付钱的她都没有帮忙 对还可以 此外黄嘉文就被传出有龙胸 难道是因为身材变胖变瘦 导致视觉上的效果差异 绝对不可能我是100%是天纯天然 对啊我就没有害怕这些传闻 因为是假的 我觉得有没有身材是跟这个肥瘦没有关系吧 对啊看泳装都知道了 到时候就不用猜 某方全媒香港报道